本土單日確診再創新高 今天新增68732例 累計今年已經染疫死亡 已破200人 但是居家隔離的限制 卻又要放寬了 從原本的3加4 將改為0加7 雖然指揮中心說 放寬的程度 暫時還沒有共識 但放寬的方向是一定的 細節最快 明天就會公布 專家就認為放寬0加7 恐怕會讓社區的黑數 變得更多 一定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而且越演越好 本土確診連4天破6萬 15號新增68732例 中重症125例 死亡19例 累計今年染疫死亡 已經破200例 19例死亡個案介於70到90多歲 皆有慢性病史但有8人 沒打過任何一劑疫苗 確診及死亡人數不斷增加 但居隔限制 卻繼續放寬 行政院拍板 現行匡列 確診同住親友 居家隔離3加4天 若有打三劑疫苗 快篩陰性 擬定放寬成0加7天 也就是說不必在居家隔離3天 只剩下7天的自主防疫或自主管理 預計16號就會公布 整個配套上面 一定也要越嚴謹越好 7加0的話 讓它外出是不是要有一些限制 要跟檢驗捏在手上不放 但是防疫措施 越放越寬火上加油 專家也認為目前快篩陰性 準確性 靈敏度約70% 有30%可能是未陰性 30%的病人他是有COVID的 可是他快篩是陰 現在就是疫情存在 所謂大家講 黑數一個最大的一個來源 專家黃立民認為 現行的確診人數 可能因為兩個原因而被低估 包含採檢站患者太多 一旦確診反而限制行動 形成自我蓋牌 不只是確診是低估 而且也可能會繼續傳播這個病毒 自我蓋牌 如果蓋牌我們就不知道了 專家擔心確診同住家人 本來風險就極高 資格放寬0加7可能讓更多病毒 放入社區 民眾快升陽性 若又不通報 這場疫情大戰 恐怕會沒完沒了 這樣是曹州人台北採訪報導 這場疫情大戰 有關的確診人數